说到水肿,许多人并不陌生,生活中不当饮食,或者不像生活习惯都会有巴水肿,比如有站、熬夜、哭泣等都会出血水肿。 这些水肿通常出现在健康人群中,休息片刻即可缓解。 如果身体出现不明原因浮肿,水肿就要引起重视了,可能是某些疾病的信号,下面就来了解一下水肿应该怎么办。 三,平时碰热加入过多盐,口味较重的人也容易水肿,常常感觉口渴,大量喝水之后,水分子进入血液,内血液中的盐分吸收,食盐中含有那离子,身体将食物的那离子排出体外需要一定的时间,会导致人体看起来呈现水肿状态。 三,应该要合理控制饮食中盐分含量,进食清淡食物,能够有效缓解水肿症状。 四,长时间站立的人会出现水肿,例如服务员,前台服务等工作的人,容易因为静脉曲张,导致腿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水肿。 五,经常在办公室工作,久坐不动的人也会引起水肿,建议从事这类工作的人,在工作间隙,或者休息时可以抬高双腿,让下肢血液毁流,舒缓静脉血管压力,能够缓解水肿症状。 五,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可以经常走动,活动筋骨,避免叫做引起水肿。 五,某些药物也会导致水肿,例如降压药,激素类药物,其副作用就是头痛,面部肠痛以及水肿。 服用这类药物的患者需要经常检查,如果水肿不严重,可以适当加福利尿剂。 如果是严重的水肿,需要寻求医生意见,更换药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